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21课时的学习SF-EPEC开发版的介绍 在前一段时间的学习当中 我们学习了这个BJ-EPM240这块学习版 以及各种外设相关的实验历程 那么在以下的十来个课时里面 我们将进入SF-EPEC开发版的学习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学习版的基本的介绍 好这些废话呢我就不多念了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 我们先看一下这开发版的功能矿图 这是开发版的正面的一个适应图 我们从左上角开始往下看吧 先是复页按键这个Reset1 然后呢是七段的数码管 这个数码管呢是通过了一个575 是595这个74HC595 通过他们就然后实际上跟FPJ连接的就两个角 然后呢通过这个两个角并行的一位传输 然后就是并就是创转并 这个595呢这个芯片实际上实现的功能 就是一个创转并的功能 通过一个数据接口和一个时钟接口 把数据从FPJ传给这个595 然后595呢最后的输出呢 实际上可以是并行的输出 也就是说我们要传 我们要传的数据是七段数码管的段选 加上一个点 然后就八位 再加上这个位选四位 那一共就是十二位 十二位呢我们可以通过十二次的传输 十二个时钟周期把数据传到这个595 然后595一次性刷输给这个数码管 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595具体的如何使用呢 我们后面在做这个具体数码管实验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介绍 数码管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这边中间这块呢 是有两个的应该是20PIN的扩展插座 这个这些插座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EP1C 3T144这个LPJ 它就是闲置的多出来 没有用的管角引到这个插座上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空余的插座 然后相应的做一些别的扩展 然后呢这个X2这是一个预楼金振 真正我们使用的金振是在背面 是这个金振 我们正常使用的话 25兆金振是在这里 然后呢这个金振呢 大家是它是 因为这个LPJ呢 它是有四个 有四个的全局时钟管角 和这个我们CPLD学习版里面 是一样的 也是有四个 然后呢左侧有两个 右侧有两个 然后呢左侧其中有一个呢 就接到这个X1 然后右侧呢就接到这个 有一个接到X2 为什么左右各一个就够了呢 因为实际上正常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的外部输入的金振呢 其实也不多的 说实话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呢 一个就足够了 然后呢一个我们输入到内部的一个 我们时钟就是从外部引入的金振 输入的时钟 一般在LPJ内部呢 会有一个PLL这个电路 这针对于这个 奥特拉的这个LPJ来说 它一般这个PLL电路用的比较多 它就是一个锁向环 这个锁向环呢 就是实现一个 实现一个时钟的背屏 或者分屏的功能 而且这个 它这个PLL输出的这个时钟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可靠的 所以呢 它的使用呢 也蛮简单的 就是做一些配置 然后呢 我们做一些立化 然后就行了 然后我们正常的使用就行了 也 但是呢 它的金振 就是输入的金振 它有一个换围 然后呢 输出金振呢 也有一定的换围 然后呢 并不是说 任意的一个输出金振值 都能够实现的 而是呢 根据你的输入的金振值 然后呢 它有相应的输出金振值 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因为奥特辣的 它的 它的LPG里面呢 据我所了解的 基本上是用的这个PLL 就是一个 是一个模拟的电路 来实现这个金振的 背屏啊 分屏啊 之类的操 这个控制 来达到这个 时钟管理的效果 然后呢 Sailings呢 我接触过一些 使用的是DLL了 就所谓的 数字锁向盘 数字锁向盘 然后呢 它们 它们也有一些 就是 DCM 所谓的DCM 其实基本原理 还是用 还是一个DLL了 然后呢 还有 它们也有一些 使用PLL的器件 实际上啊 我们知道 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东西呢 PLL DLL 它们呢 都是一个 就是 LPG内部集成的 用于时钟管理的 一个模块吧 具体使用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配置一下 IP核 立化一下 然后呢 就能使用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刚才说到金正了 我们现在再看看 这边有个电源插座 正常我们 我们购买 我们的学习套件呢 一般都会配一个 是 DC DC ACDC 这个电源 220V 转5V的 大家插着就行了 然后呢 这里有个电源开关 按一下了 就锁住了 然后呢 就上电了 再按一下 就松开 然后呢 这里有两个 三端尾压器 目前可能 后期的版本 都是使用的是 AMS117-3.3和1.5 得到一个3.3V的 IO电压 LPG用的IO电压 然后以及 一般的外设 也都是3.3V的 然后呢 这个 U3 U3应该是1.5 是它输出1.5V 是供给U1 就是这个 LPG核电压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插座 Pure呢 是JTAG插座 一般实现 在线编程 就是JTAG 烧写 然后呢 这里有的 八位的 拨码开关 然后VGA接口 这里 15PIN的VGA接口 在CPLD实验里面 我们也做了VGA实验 过那时候呢 是基本的是 只有八种颜色 但这个VGA接口呢 它通过电阻的 一个 相对来说 是一个分压吧 分压的电路 然后呢 就实现一个 256色的 这个VGA的图像 然后这里是 9PIN的一个窜口 这边呢 有四个独立按键 窜口呢 我们使用的 协议芯片 还是 也不是说 协议芯片 是一个物理层芯片吧 也是MAX 3232 然后呢 这里是个独立按键 基本上 正常的时候 都是上拉 接高电瓶 然后一旦按一下 就拉低了 低电瓶 然后我们通过 检测到低电瓶 对按键做处理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ST卡 这个SD卡呢 这个SD卡呢 和我们FPGA通信呢 是使用四个管角 SPI口进行通信 我们在后面的 就是我们在后面的 这个DIY数码相框的时候 会着重来使用这个SD卡 来做来实现这个SPI协议 然后以及这个SD卡 基本的访问 还有这个按键呢 是重配置按键 这个按键按一下呢 LPGA去重新配置 如果说我们用JTAG 进行在线烧写 JTAG模式烧写的话 就是下电了 就是说它的代码 直接配置到RAM里面去的时候 配置到LPGA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再点重配置 那么它的代码 代码就 相对来说代码就是 丢失了 如果说我们是用P-LOM配置 我们P-LOM就是在背面 是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这里 EPC-S1 这个P-LOM 我们如果说 使用P-LOM进行配置的话 那么我们上电以后 我们再点重配置按键 那么代码就从P-LOM 直接启动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SD-RAM 是三星的一个K4S641632 6416 它是一共 64Mbps 然后16位宽 然后呢 这里是 它是SDR-SD-RAM 就是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D-RAM了 我们在后面的历程里面 会详细的来探讨这个SD-RAM的使用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AS插座 这个AS插座和这个GTAG插座什么区别呢 一般这个AS插座呢 就是直接配置数据到这个P-LOM里面去的 然后呢 P-LOM在背面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JTAG插座呢 是通过LPG来配置 我们JTAG呢 它实际上既可以直接配置LPG 也可以通过LPG来配置P-LOM 具体的我们后面 在我们这节课完了以后 第一个实验里面 我们就会来讲到这个LPG的配置 有JTAG AS 两种大类方式 就是通过这两个插座吧 哟 好 然后 我们正面的外设基本上就是这些 然后我们看一下反面的 这个595刚才说了 一个创转并的一个芯片 74系列的一个芯片 然后呢 这里是正常使用的一个25MHz的金正 通过它给LPG的PLR做输入 然后一般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金正 供给LPG内部电路的使用 然后呢 EPCSE是一个P-LOM 就是一罩位的一个P-LOM 用于配置LPG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 这LPG这一片呢 全是LPG的滤波电路 这里要提的一点 就是说 LPG滤波电路里面呢 比较 就是可能说大家 比较陌生的一种设计 就是说 PLR那个 就是说LPG内部有一个PLR的这个模块 那它的一个滤波电路呢 一般呢 我们需要参考LPG相应的器件给出的 它内部给出的一些参考电路来进行 就是滤波 就对它的一个电源供电 好的 然后呢 这里有个MAX3232 就是我们的串口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SFEPC这个开发板的基本配置 它使用的是EPC3T144C8 正常我们在设计硬件电路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和EPC6T144C8 是完全兼容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板子呢 在就是卖给大家的时候 就是说出产的时候 我们统一配的是EPC3T144C8 然后呢 板载一兆位的 创型配置型面EPCSE 支持ALS和JTAC两种配置方式 JTAC方式呢 是通过LPG来配置这个PILOM的 ALS就是通过它的插座 直接来配置这个EPCSE的 然后呢 我们是 使用了5V 1.5R的DC电源供电 然后内部产生核压1.5VIO电压3.3V 然后PLR的电源电路进行滤波处理 更加稳定可靠 板载25MHz有源金针 预留了一个未焊接的金针接口 大家可以使用 但是呢 我们这个 这个金针呢 我们正常焊在这个 我们已经焊好的那个接口呢 就在背面那个接口上 它呢 是可以作为PLR的输入 因为 因为这个EPC3T144呢 它实际上只有一个PLR 而且这个PLR的输入 它的输入始终 只能是来自于 左侧的 FPA 左侧的两个 左侧的那两个 那个 时钟输入管角 专用时钟输入管角 因此呢 我们在右侧 虽然预留了这个金针接口 但是这个金针 它的输入 实际上不能供给PLR作为输入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然后呢 有四个独立按键 两个附用的LED 一个窜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256色的VJ接口 然后呢 一个64兆的SD-RAM 八位的波码开关 一个复位按键 和一个FPA重配置按键 然后四位数码管 仅使用三个L口控制 其实还有一个骗选信号 刚才忘记说 不对 相应来说 应该是有 两个时钟信号吧 一个时钟信号 一个创行数据输入 还有一个应该是 骗选信号吧 具体反正到时候 我们来学习这个595使用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来看一看吧 来确认一下 然后呢 有预留了两个24PIN的扩展接口 大家可以任意发挥 我们再来 简单的介绍一下 Sycron器件 Ultra的Sycron可变成 逻辑门阵列是基于 1.5V0.13V的 全同工艺制造 最多能提供的 这么多个LE 这个Nature RAM 我们直接可以看 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EP1C3吧 它有2910个LE 然后呢 M4K快 RAM快 就是我们可以用的 RAM可以用的配置 通过IP核进行配置立化的 RAM 有三个 M4K 所谓M4K 就是4Kbit 13乘以4Kbit 最后最后最终的这个RAM 总容量嘛 就是59904个 Bit PLR只有一个 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只有左侧的两个时钟管角 可以作为这个PLR的输入 可用的IO数量最多呢 是有104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开发板的 一些基本的历程 AS和JTAG配置方式 这是我们后面下一节课将要介绍的 第一个实验历程 然后呢 基于74HC595的数码管实验 PLR配置反证实验 然后基于5Ford的串口发送机设计 256色VGA显示实验 VGA字符显示实验 基于M4K快的单口RAM配置反证实验 基于M4K快的EVG存器配置反证实验 基于M4K快配置RAM的字符数据 存储VGA显示实验 基于SDRAM读写的串口调整实验 DIY逻辑分析数码相框 这两个是我们后面的重中之重 第五呢 就是这个开发板的套件呢 是有开发板一块USB BLAST下载线一条 这是标准配置了 也不是说标准配置吧 如果说我们呢 开发板是提供两种价格的 220的跟170的 220的是提供一个USB BLAST 然后呢 170的呢我们只提供一条 并口下载线 BLAST2或者BLASTMV 然后呢 5V一安的电源一个 配到关盘一张 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 但是 对 但是我们不提供这个 CORDEST2这个软件嘛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课程 刚开始时候介绍的 去下载web版本的软件进行使用 然后这是我们客录关盘 它里面相应的一些资料吧 然后里面 每个每个历程呢 它都有配的相应的详细的使用说明 这是里面的代码一些详细的一个注释 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板子 各个外设 刚才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这是220的一配置 这是板子 实际的板子 好 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原理图吧 这个是DC插座 就是电源插座 然后呢SS14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的电路 有一个指示灯 滤波 然后呢 这里是两个三端尾压器的电路 然后呢 这是PLR的滤波电路 然后呢 这相应的是LPGA的这个 电源电路的一个滤波 以及供电设计 然后呢 这里呢 是一些简单的配置电路的 一般都是根据这个官方给的 data sheet 进行相应的 要上拉或者下拉什么的 然后呢 这是JTAG下载插座 标准的JTAG插座了 和这个和那个 CPOLED里面的那个下载电路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是配置芯片 EPCSE EPCSE SI8 这个芯片 这是AS插座的一个电路 然后呢这是复位按键 主龙复位很简单的一个复位电路 然后这是两个金针的接口 然后呢这是LPA的IO管角的配置 这两个插座P3P4 然后呢这是独立按键的电路 然后呢这是八位的一个拨码开关的电路 然后呢这里呢是相应的595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三个管角啊 这是STCP SHCP 然后呢DATA 也就是说这个HTCP和SHCP和HTCP 这两个管角呢 反正有一个管角呢 是用于最终的这个整体的并口输出 还有一个管角呢 是用于配合这个DATA管角进行输入 数据的输入 然后呢通过这两个片子呢 最后一位还可以连到下一个的输入 然后呢就是来控制这个数码管 这是窗口电路 大家应该都很熟了 上一块CPLD板这里面 也是使用了这个电路 然后呢这是SD-RAM的电路 其实SD-RAM的电路的设计呢 也蛮简单的 也就是一些控制管角 一般可能出上电的时候 我们把它上拉一下比较保险 然后其他L管角都接到LPG就行了 然后相应的电压D啊 我们都接好就好了 就行了 然后这是SD卡的一个电路 SD卡其实定义也蛮简单的 然后就是四个SPI接口 然后我们LPG相连 然后电源D我们共上就行 然后BGA接口啊 这里是使用了一个电阻分压的设计 来达到256色设计的效果 好 基本的原理图也就是这样 详细的呢 我们将在后续的课程 逐渐深入的和大家进行 这个LPG开发版的学习和讨论 那么这节课先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